身吧体谈三层皮一针界线看到底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篮球 今天啊胖周跟个球迷呢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啊 我们知道今天晚上22点呢中国女排将会迎来一场巅峰对决 我们的对手呢将会是俄罗斯女排 这将会是中国女排在女排世界联赛上第五周的首场比赛 那么也将会是本次女排世界联赛我们整个单循环比赛中的倒数第三场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将会决定着中国女排我们的一个命运 因为如果说我们这场打俄罗斯女排有任何的闪失 一旦输球的话意味着我们将会提前两轮而无缘最终的一个总决赛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成功的横扫俄罗斯女排 那么将会帮助中国女排有机会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甚至有可能直接攀升到整个联赛排名的第五的位置上 对吧我们目前是排名第八 但是呢我们与身前的多米尼加荷兰以及这个俄罗斯 这三支球队都是只相差了一个胜场 那么这样一来呢如果说这三个球队在本轮比赛全部犯错的话 而我们成功的横扫了俄罗斯 那么我们保证是能够把俄罗斯拉下来的 那么其次呢剩余的两个球队如果说也犯错的话 我们是有机会直接上升到整个集分榜的第五位 而且要知道什么呢 俄罗斯女排还是咱们中国女排 我们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小组赛对手 对吧面对着这样一个对手 而且对手是主力出战 这一次的比赛我们极具参考价值 那么在这场我们的主力 对对手的主力过程中 我们如果说能够成功的横扫俄罗斯女排 那么这将会对我们接下来来到了东京奥运会 我们跟对手再度相遇的时候 我们的心理层面将会抢占一个优势 抢占一个先机 那么这对于我们届时来到东京 再去横扫他们二次的双杀 那么也是有着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说在这场比赛 中国女排也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去毫无保留的我去阻击去重创俄罗斯女排 那么这也是郎平唯一能够接受的结果 对吧对于郎平来说 我眼下打俄罗斯 我只能要么3比0要么3比1 我只能接受这个结果 我必须要在这场比赛中 我拿满三分而让对手一分拿不到 这就是郎平在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中 我必须要做到的一点 而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本场比赛开打之前 我们看到其实球队的 我们中国女排的何欣 朱婷呢 他也是赛前也是正常 一直在参加积极的一个恢复训练 那么他是非常有望 能够在本场比赛完成复出的 那么这个点呢 其实还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欣慰的 毕竟我们都知道 朱婷的手腕的伤 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一个老伤了 而且呢 短时间之内 他不是说十天八天就能够让他 静养一下就能够恢复好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但是呢 郎平又不可能一直让朱婷这么休息 一直不让他上场 这也不现实 那么他是完全可以在上场之后 再去承担一些比赛的任务 但是呢 他肯定不会作为中国女排的一个主攻点 上场之后呢 朱婷只是更多的找一下比赛的感觉 那么不可能把更多的一些球权啊 一些主动进攻的一些机会 要留给朱婷 留给朱婷的话 意味着他的手腕 可能承担更多的压力 这些不太现实 所以说呢 郎平要做到一石二鸟 既能够让朱婷上场比赛 是吧 能够找到一些比赛的感觉 同时呢 还不会导致他的手腕的伤势 继续加剧 这样一来呢 也就能够做到一个一石二鸟的效果 那么同样在北上比赛 我个人认为在主攻的位置上 像刘晓彤这个点 也是非常有可能要回归到手法的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点要回归手法呢 因为留给郎平去检验 我们第四主攻这些边缘球员的竞争的 时间不多了 只剩下三场球了 因为眼下刘晓彤他在主力这些球员回归之后 他一直没有获得比赛的出场机会 郎平需要用最后这三场比赛来进行一个考核 而在这三场比赛结束之后 郎平还需要在现有的15名队员中 再度的做出一个检员 再裁掉三个人 最终临选出一套我们的中级版的12人的大名单 虽说啊 眼下的三场比赛对于郎平来说 任务也是非常的繁重 但是我相信 其实只要中国女排 我们在今天晚上面对俄罗斯女排中 做好两点 郎平只要优化好两点 那就是完全有机会去横扫对手的 首先第一点那就是我们的一传 其次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拦网 那么当这两个点做好之后 我们中国女排 我们的进攻端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对吧 我们是以攻对攻 那么我们在以攻对攻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把自己的防守提上来 那么我们就立于一个不败之地了 所以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一定是一场对攻大战 也一定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精彩的对决 那么CCTV5央视体育频道呢 也将会进行现场直播 我们也共同的期待着中国女排 在今天晚上能够成功的横扫对手 拿下五连胜 更期待着中国女排 能够通过这场比赛的胜利 帮助自己取得一个更理想的排名 朝着本赛季女排世界联赛的一张 总决赛的门票 而发起最后的冲击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那么本期的胖猪聊球 在这里聊到这儿 喜欢胖猪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猪我贴贴贴贴贴贴 聊到点球 我们下期再见